大家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好,请放掌 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佛法概论 那在导师的书 在一开始有一个序 不过他大部分都是自己写的 所以一开始就有秩序 那秩序之后又有佛法概论序言 序言 就是在第四页 序言 序言就是开头的意思 就是要进入主题之前 他有一个开头 序言大概就是整个书的核心 那秩序大概就写成书的因缘 那也会写一些他写这本书的一些看法 好,那我们就直接来看这个讲书内容 我分享一下画面可以吗? 可以,请分享 分享画面 是进阶分享 有一个绿色的箭头 下面有分享画面 我再分享画面那边怎么出不去 有有有 OK,好 好,请问这样有看到了吗? 有看到了师傅 有看到 好,那我们就直接从第一页这边秩序 那我负责这边的内容 其实主要还是很感谢开头法师 他之前很努力地做一些科判 那做一些注脚 所以我们后面读的人 就会轻松许多 那也多了很多参考资料 那包括自己不容易读懂的 经过他的科判 也很容易可以理解 好,那我们一开始这边说 导师说成书的因缘 那我们知道说 在这本书的前身叫阿涵讲要 好 那阿涵讲要导师用通俗 通俗的文字来讲阿涵 那阿涵通常我们的理解 也会以为是神文圣 是小圣法 他不同于大圣经 通常会有这样的看法 但是导师对阿涵的看法 就不同这样的看法 导师的看法可能跟 龙素菩萨他看的阿涵 龙素菩萨对阿涵的这个看法很有关系 所以 刚刚我也说到说佛法一位 无所谓大小 所以 导师在写这本书 包括 这个 后面很多内容 都会引用很多阿涵经的内容 那你可以看得出来 那不限于这个神文法的内容 好,所以我们一开始要对阿涵经有一个 基本的概念 阿涵经绝对 不限于 神文圣的 佛法的内容 他也有更深的 或者展现慈悲的 多样化的 这个内容 好,那这本书 成书相当早的 就是前身 阿涵讲要三年就有了 那 后来 导师 根据那一本 在 除去第一张 阿涵经的判射 对阿涵经的判射 导师在 导师的书其他地方 也有提到 就是 施阿涵 他各有什么意趣 那除了那一部分拿掉之后 又 其他内容修正 所以 阿涵讲要 就把它编成九章 第三到第十二 好,那另外 又补写了 序言跟 出二章 就前面两章 那前面两章 是大概来论说 佛法的根本 三宝 佛法生 好 那后面又接着 十三到二十章 这个在说明 学佛者的行跟正 行跟正 所以 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 我觉得 也很有意思 所以如果我们 从架构来看 我们会 尤其会比较能够理解 导师 他在写 书的这个 赤地上 或者架构上 有什么特色 那接着我就来 看 整理一个表格 来看一个表格 这边有一个表格 不是 不是 看得到 师傅 可以 好 好 那我们就看 那我们就看 这个表格的 左边这边 章节 刚刚有提到 这些章节 从第一章到 第二十章 那刚刚有说到 第三章到 第十二章 是 三到十二 是这个 从阿汉讲压那边 延续过来的 第七章 有做一些修改 好 那刚刚又说到 那刚刚又说到 第一章跟第二章 还有序言 好 这个是佛法的根本 三宝 那又说到十三到二十 是贤跟正 贤跟正 那很明显可以看到 第二十章 正觉与解脱 正觉与解脱 应该就是谈正 好 那十三到十九 应该就是信 所以 从一开始的 三宝 佛法的根本 那 我的理解是 为了要生起这个信 那第三章到第十二章 有谈到友情 有谈到 身心 有谈到世间 有谈到这个 因果 缘起 还有 这个 三法印 那 这个应该都是 我们要所要认识的 境 所以 如果从这样的编排上来看 师父可以看到 是有信解行政的 这样的次第 那我们说 信解行政 就是 对佛法修学的一个主要次第 你要先升起信心 然后意义信心 再去认识佛法 再去深刻的 一分一分理解佛法 好 解行 还有症 这个是 大概可以看到的 这个架构了 那对于三宝 把三宝列在一开始 这个很多论都有 论识都有这样的特质 像一开始都会归进三宝 所以我们这个 这个 导师的成佛知道 也是 三宝是在最前面的 那另外 对于这个 序民法师 刚刚我说到 法海微波里面 他也有提到 这个 这个 禁 行 果 禁行果 那对于三宝 当然也可以是禁 也可以是 所要理解的禁 所以他用禁行果 那行的部分大概 没什么问题 行跟果大概 没什么问题 不过 他在文章里面 似乎说到 前十章 是学佛者 所应信解的禁 那这个禁有 世禁跟禁 世禁跟禁 那他说前十章 从第一到第十 不过到十一、十二 他却没有说到 没有说到 那我会觉得 有可能 应该是前十二章 因为前十二章 在 到第十章 可能就是世禁 那第十一章、十二章 可能是禁 禁 禁就是我们对禁 那我们对禁 那我们对禁就是 我们要理解 我们可以理解 我们要理解的部分 所以 透过 这个表格 我们可以知道 禁行果 或者信解行政 这是 学学佛法的一个 赤地 好 那我们再 回到 刚刚的 内容 就是阿安金的根本立场 请问大家有回到 讲义的吗? 眼目上 有的 师傅 OK 好 谢谢 那阿安金的根本立场 那导师 对于阿安金 他很顺着 龙树菩萨的 那这边一开始说 导师他从龙树菩萨的 纵观论 我们得到一个 深切的信解 好 佛法的真实 没有所谓大小 大圣小圣 只能从行愿去分别 就是 他所证的离境 其实都是 这个缘起 信空 差别只在于说 有没有 利他的这个倾向 或者重 利他或重自利 这个行愿去分别 好 接着说 那缘起中道是佛法唯一正见 所以阿安金是三圣共义的圣典 那这个很重要 阿安金除了有这个 生文言诀 也是大圣所义的圣典 那这确实是一个 跟一般人对阿安金的看法很不同的地方 那当然这也是源于 这个龙树菩萨的中观论 那如果 你有去 这个 研读导师 对中观的这些书 中观经论 或者中观论送讲记 确实可以看得到 导师也引用很多 原来龙树菩萨他在造论 造中观论 他确实 都是源于阿安金的内容 那当然有阿安金也有大圣经的内容 所以阿安金不能够照着一般人 然后有偏执的人的看法 就是否认大圣的小圣行者 或者是离开小圣大圣的 这个鉴定来解说 所以佛法一位大小圣一锦 所以 从不同的行愿去分别 刚刚有说 所以菩萨他的慈悲利他 就是有利他的这个行愿 好接着 那对于初期佛法 初期佛法就是佛陀时代 那时候的所教导 这个圣文地址 主要是因为时代的适应性 那这个导师或者 龙树菩萨的导师 应该都是认为 没有办法 这个重分来表达 世尊的真谛 那在第一页 我们看一下相关的部分 那刚刚有说到 这个龙树菩萨的所造的大师多论 佛法无大无小 无内无外 就是没有大小的分别了 另外我们看一下柱角二 柱角二 柱角二导师在华语集第五册 也有提到刚刚的这个内容 那你看阿安金的判射 就是是阿安的不同中序 那这也是根据龙树 他对金论的一个判射 对所有金的一个判射 有四种中序 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四溪谈 这是阿安的这个中序 编辑的方针 那扎阿安是第一溪谈 生意溪谈 那还有对视为人生善 还有这个世间溪谈 好那这边说 这边也说到同样内容 改名佛法改论 那导师依龙树菩萨 绝了阿安的生意 三法印是一时相应 那一时相应 就是这个缘起 五字心空 或者这个空无我 那也有补入龙树菩萨所说的菩萨道 二道五菩提 我们知道二道五菩提是波罗金讲的 波罗金有提到二道五菩提 好那这边我倒是可以 给各位一个问题 让各位去找找看 就是说这边有提到说 佛法改论里面有提到菩萨道的二道五菩提 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兴趣去找一下 在佛法改论这本书的哪里 有提到二道五菩提 那我先说 如果你用二道五菩提去检索 佛法改论的话 大概检索不到 那主要就是 那主要就是 导师很善巧的 用二道五菩提的这个内容 用现代的语题 说明到的这个二道五菩提的内容 这个在这边说到的 那我们再把这个书的内容 给对照出来 好 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找 好 接着请看第二页 那刚刚是说佛法 初起佛法时代 初起佛法时代 那接着初起佛法时代的后面就有大圣 那大圣的出现 就有新的方便适应 那这边我们常常对这个新的方便 方便 好 这边有说到 更以易方便助显第一页 好 那除了 易方便就是不同的方便 方便就是善巧 好 就是巧用 就是技巧 有不同的技巧 好 来彰显佛法的第一页 来彰显佛法的第一页 那除了有这些善巧之外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精神 正直是方便 但说无上道 不要被这个新的适应 新的方便所拘爱了 好 就失去原本的争议了 好 接着 那世尊这个应激师教 来教导圣文法跟菩萨法 好 这边说佛法流行人间要有方便 就刚刚说的方便 好 那不能只是停留在古代的 好 那这边说到世尊当时的印度的宗教 主要有沙门跟婆罗门性 两类的根基 那沙门性主要就是适应苦行的 厌世的这个沙门性 我们知道沙门的意思就是什么 情习 沙门是梵文 是印度文 那它的意思就是情习 它主要是这个 勤修善法 习除恶法 这个勤洗 不过 当时 当时苦行的风气很盛 那另外菩萨法 主要在适应热行 这个婆罗门 婆罗门更新 那婆罗门也是印度文 它婆罗门的意思就是静行 清静的静 静行 好 那基于这两类的根性 所以有这个 这个生文法跟菩萨法 那下一段说 抉择了 抉择 这个 洗恋 曾经流行的婆法 找出真精神真意 然后再取得适当的 这个 新 适应的方便 那这边就 引用 印度 印度时期有这样的问题 好 当时的大方便 那中国也有 很多方便大用 那这些大用 就会 久了会变成 佛法的障碍了 所以 刚刚 第二行说 正直舍方便 但说无上道 好 好 当它成为障碍的时候 就要 这个 起舍它 那另外 佛法的弘扬 也要从 新的试验开展 好 那 后面这边说 好 那终于 就有了绝法 能够 刺透 刺透 这个刺透两边 好 目的还是 让佛法 在 不同时代 有新的试验方便 来 发扬起来 好 那这个刺透两边 是 刺透 哪两边呢 好 刺透 哪两边 我们看一下 柱角 第八 好 柱角第八 好 这边 刚好一样 在华语期有提到 好 就有了绝法 刺透 两边 不偏离大小 同于大小 这叫刺透 两边 因为大圣跟小圣 长久以来的对立 所以 龙师菩萨 这个 提出这个 调和 佛法本一位 那另外 刚刚有说到 这个义方便 义方便 我们看一下 柱角六 柱角六 这边有提到 好 那义方便 就是 我们一般所说的 这边 特殊的 义就是特殊的 那类似什么呢 类似这边 大圣的义方便 好 有 礼拜 供养 忏悔 违向 劝情 这是 这种义方便 都是 所谓的 疫情道 那这样的疫情道 有它的好处 有它的用处 让它能够 适应 民间的宗教情绪 但是更进一步 要进一步 要 熏悉 成为 纯正的信仰 那进一步 发大 发菩提心 发大悲心 来学菩萨心 好 所以这个义方便 是最前面的 这个 这个 一行道 那目的是 慢慢引入 这个 菩萨的 南行道 好 那 中小七也有说到 两类的根基 两类的根基 那在 这两类根基 好 第一类 沙门 更新 主要就是 外道苦行 好 那这边也有提到说 婆罗门 婆罗门更性的 主要是在家更性为主的 好 着重人士 对人间 他是重视人间的 可是他也有一个 麻烦的问题 就是 倾向于 天 就是有神话的倾向 所以 这个 也要 要 要 谨慎的 要抉择 好 第三页 看第三页 看第三页 所以 老师这部书 为什么用佛瓦概论 就是 如果以阿安金讲要的话 以为 这部书 是 在谈小胜的 会造成这样的误解 好 那接着 对于 我们读者怎么样来读这部书 怎么样读这部书 好 那对佛法 我们要理解是 理智跟德性的宗教 好 他是 重视 理智的 也重视 行的 而且是 身心独行 那达到 深奥的 究竟的目的 好 透过 这个 切实的实践 来达到 这个解脱了 那佛法跟佛学 佛法跟佛学 那一直以来都是佛法 在佛教的流传 一直以来都是重视佛法 那近代慢慢有所谓的佛学 那佛学也不是 不可以 我们知道它可以提供什么 调理系统化的说明 那这是 这个 学术化 那每般现代 就这种 学术化 就有这种好处 调理化 系统化 好 那透过这样 系统化之后 对佛法的本质 我们要尽力不理解 不是 我们不只是 要 只要理解这个概念 上而已 好 不只是 说明为目的 那当然就是 重于什么 理智 德性 还有身心的独行 嗯 那接着 佛法的正解 也不离开信戒 不能离开信戒 不是戒就能成就 所以法是佛法的根本问题 信戒行政 不外乎学佛者 倾向于法 提现于法的实践 那我为什么刚刚 这个 刚给的那个表格 我用信戒行政 我也觉得 老师这边有提到 应该是 有相当的关联 所以 这本书 说明了 但是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为佛法而学 目的是为了要学佛法 为了 为了倾向佛法 那所以 老师说 不要只是认为 他只是 概论 概论就是 论 说明 他不只是说明 他是为了佛法 为了要学佛 所以才有所谓的 佛法的 修学佛法的次第 信戒行政 好 这是对于 一开始 这边 秩序的部分 所以秩序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 这部书的 音缘 集成的音缘 还有 对阿涵 老师对阿涵的根本立场 还有 这个 对方便 对于这些 新的适应 这也是佛法很重要 一部分 那最后 希望 老师希望这本书 达到的一个目的 希望读者 能够为了 学佛来 读这本书 接着我们来看 续言的部分 续言 续言的部分 在第四页 续言的部分 在第四页 我们来看第四页的续言 那这边说 佛法应 解说为佛的法 我们对佛法 佛法 常常听到佛法 那佛法怎么来理解呢 好 老师这边就定义说是佛的法 好 那这两个字 拆开来看 好 这是佛跟法的结合语 那佛不达 佛陀 就是绝者 那法是 达玛 达摩 好 他的定义 达玛的定义 就是维持 这种不变的 鬼运 这是法 好 所以这两个 抉择 的法 什么叫法呢 就是不变的鬼泽 好 下一段 那这边说佛的法 那佛跟法的这个罪合 好 所以佛法应该是佛的法 好 抉择的法 那对于法呢 这边说 非佛做亦非愚人做 好 不是被创造出来的 好 那他是本来如此的 所以有法性 法耳 那他有本能性 安定性 还有普遍性 好 对这个抉择的法 好 他是本来如此的 他有本能安定跟普遍性 好 那这个本能就是在说明法性 这个安定性就在说明法住 好 这个普遍性就在说明法界 好 所以对于这种 长片的鬼律 好 为什么要称为佛法呢 好 老师说这是佛 世界牟尼佛创建了 好 那才流行人间的 好 所以佛呢 佛呢 佛是法的根本 佛也是由佛所出的 好 就是说 他是本来如此的 他是这个普遍性 安定性 还有本能性的存在的法 可是我们接触不到 就算在我们身边 我们也认识不到 必须透过觉者 把他 这个 惨发出来 才能在人间流行 所以 对于法 我们能够 接受到这个法 佛是 这个创发者 那对于佛的法 佛的法 老师这边说 他的意义 有两项 好 抉择嘛 既然是抉择的法 好 第一个 诸佛常法 那法是本来如此的 佛是 创觉世间实相的 尊称 那创觉 这种长片的鬼律 谁就是佛 所以 不管是过去 未来现在的佛 都有这样的 都能够 创觉长片的鬼 这个鬼律 所以佛佛道同 过去 现在未来 德佛所 所账户的 所创觉的 都是同样的内容 好 所以 释迦佛的法 跟一切佛的法 平等 没有差别 同样的 同样的体悟 好 第二点 入佛法相 好 这边说入佛法相 名为佛法 那法既然是长片的 那因为佛创建 成为佛的法 那对佛弟子 如果能够依照佛的教导 能够绝证佛流出的教法 去修行 也绝证到佛所绝证的 那也传布 佛所传布的 所以在佛法流行 去解说 抉择 禅发的佛的法 那让佛法的身广 能够充分表达出来 所以佛弟子所绝 所说的也是佛法 所以这边说到 这个佛法是本来如此的 然后是透过佛创建的 是 一切佛平等的 导师也常用一个语词 就是 诸佛都同一个鼻孔出气 就是佛佛道统的意思 那除了佛佛道统之外 对于佛弟子 那这边就是佛弟子 佛弟子也能够这个绝证 也能够产发佛的法 这是这个部分的内容 所以佛的法 这边说有两项意义 那这两项意义就是 诸佛都绝证这样的法 还有佛弟子也可以绝证这样的法 所以佛的法不限于佛 也可以佛弟子或者我们学佛者 也有机会能够提悟 证悟佛的法 好下一页 在看下一页之前 我们来看 刚刚有提到 这边有提到说 法性、法柱、法界 在柱角十二 自然而然的叫性质 所以叫法性 这个性质是自然而然的 本来如此的 那他是安定的 不可以更改的 就叫法柱 普遍如此的叫法戒 那对于 刚刚有说 这个法呢 非佛做、非于人做 在柱角十一有提到 原起法、非我所做、亦非于人做 所以 老师在 他写述的内容里面 如果真的认证去找 确实到处会 都可以找到他的出处跟根据 这是 目前 或者说一般 我们 对于 写书 或者 在阐述佛法 对 根据 来源 老师这边做的是很充分的 记得我们在 以前在读书的时候 也是 如果自己提供一些意见的话 或者 有一些内容的话 通常 师长们 尤其我们后观法师都会问说 那你的出处在哪里 我觉得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说 你不要 随便自己用自己的意见 你要有一些 经论的依据 好 那我们看第五页 那对于 诸佛常法跟 入佛法相 这两点 这两点 那这两点有一个小结论 那这是佛法应有的解说 所以我们知道的诸佛常法 到底是 创始于释迦牟尼佛 所以佛 是本教的 是本教的根源 那佛弟子 所宏布的佛 是否佛法 也在 可以检验 检验是否契合 世尊根本教法的特质 所以应该 严格观测这个见地 来抉择流行中的诸佛常法 跟弟子的论述 那这个也是 我们对于 很多人 或者很多学佛者 不管出家中在家中 都在弘扬佛法 那 这也是我刚刚讲的 要有根据 根据就是 是不是契合 世尊根本教法的特质 好 那我觉得 这是我们在 听到或看到很多 这个 书籍也好 现代的著作也好 现代的这个 弘扬者也好 我觉得多余 老师在这边提到这一点 要 怎么检验 怎么检验是不是佛法 好 所以这个经论的出处 或者根据就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好 接着 那佛法 除了刚刚所说的佛佛道统的佛的法 还有佛弟子所体验 所证悟的法 那另外还有一部分 也可以说是佛法 好 我们来看下面的引用说明 好 世间一切唯妙善与皆是佛法 好 那你看这个 刚刚的佛法是佛的法 是主要谈到 证悟 体验的 体验的 圆起圆身 圆起性 那一部分 那这边所说的佛法 诶 居然包括范围就很广 世间一切唯妙善与 好 那另外 另外 在 这个 摄波经里面有说到 该叫生摄波经 他说 我所说法如早上图 所谓说法如大地图 好 好 所以佛法 诶 从这边来看起来 世间一切的唯妙善与 还有 还没有 我还没有说的 法 所以这边说 有益身心国家的善法 好 世尊里有很多 不曾说到了 那 看得出来 这边 他包括的内容 就比较广泛了 好 世间的这个善法 好 那这边说 那这边说 接着 好 佛所绝战传部的法 虽然观色极广 但是主要 虽然很多 但是也不要失去根本 好 主要是 究竟法相得行的宗教 好 就是这个诸法实相 跟诸法实相相应的 德行的宗教 好 那佛法是真实正确的 好 以 跟一切真实正确的事理 好 不会矛盾 而且 佛法跟 这个事理 是相容惯了 那其他真实正确的事理 等于根本佛法所寒设的 根本佛法所流出的 好 那导师用这样的说法来解释 那这边有提到 这边有提到 我刚刚有引用南传正知部 南传正知部的 一切唯妙善与皆是佛法 那我去把这个 古利比丘 古利比丘 他 翻译的内容 相关内容 把它找出来 好 那这边 说的 就是画现的地方 然后 嗯 好 那这边 这个 Whatever is well spoken is all the words of the blessed one 佛了 好 一切 善说 就是佛的所说的 好 那另外他这边有提到一个内容 I myself and the other derive our good words from him 好 所以这边就是 依余佛了 依佛所演绎的 一些善女 好 好 这个也是佛法 好 那这个注角 也可以看到 下面的说明 这个其实是巴黎 是巴黎 巴黎 古利比丘就根据这个巴黎 去翻译 那一样可以看画现的地方 Whatever good teachings the disciple speak 好的教法 这个佛弟子所说的 Even when they themselves have originated in the land 即使是从他们自己所开始 Can be regarded as Buddha Bhattachana Because they are based on Buddha's own teaching 所以佛弟子这些善的教导 即使是他们所说的 或者源于这些佛弟子的 都可以被视为是 这个 佛达 这边叫 佛达 Bhattachana Bhattachana 的意思就是佛语 就是佛所说的 那也因为 佛弟子 所说的 或者源于他们所说的 他都based on 根源于佛头的教导 所以这些世间的微妙善语 世间的微妙善语 其实还是源于佛的教导 这是这一句的补充说明 接着我们看下一页 就是第六页 对于刚刚那一句话 唯妙善语 皆是佛法 是源于佛的 那另外有一个不同的倾向 就是有些人会怎么样 有沙满执着文字 离经所说 终不敢言 那这个就是比较 保守 比较保守 或者 老师说是不够了解佛法 好 那我们刚从 政治部那个注脚 也可以看得出来 确实即使是佛弟子所说的 即使是根源 他所说的 即使他有原创性 只要是根源于佛法 都没有问题 那这样有一个好处就是 让佛法的流行 好 融色跟世尊本教 不相妨碍的善法 这样佛法可以丰富起来 能够适应不同的时空 这是佛法应有的精神 好 那确实 如果我们要研究佛法 如果用阿弥达摩的方式 确实很辛苦 也很费时间 而且 这个有时候会走入枯术 所以有一些 让一般大众可以学习的 就是一些 那种时间善法 或者跟佛法不相妨碍的善法 这样来 引入大家来学佛 这是一个好的方式 那我们前不久 前不久刚好在南故宫 有一个佛法经的展览 佛法经的一个专利展览 我也去看了一下 除了这个精神之外 我也另外注意一点 来看的人大概是哪些人 那当然除了我们佛学者 你发现有一些年轻人 也会喜欢去看 这个跟佛教相关的展览 那我就听到 他们说 他们透过这样的展览的方式 也可以来了解佛法 所以这个 透过佛法的这种艺术化 或者文字 图像 标科 那 他还是在阐述佛法的一些故事 佛法的一些法译 这个也是跟 这个师尊本家不相方案的散访 所以 就比较符合这边说的 让佛法丰富起来 那也是有很好的适应 接着这边的一个小结论 这边说佛的法是根本的 诸佛藏法跟入佛法相的佛法 是 素贯的 深入的 融贯的佛法是旁通的 所以流行人间的佛法 外乎契合这三者构成 那下面有 就是根据 这边 你列出来 根本 素贯 深入 还有融贯 那这个都是 佛法 都是佛法的内容 佛法流行人间的内容 那看到这个结论 这个结论 你会不会觉得 应该是跟前面所说的内容有关系 所以什么叫根本的 什么叫素贯 什么叫深入 什么叫融贯 那根本的 他应该是这一段 是在说明 我们看一下第四页 所以导师的书另外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 他会把前面说过的地方 做一个总整理 我们看一下A4这边 A4这边 A4 这里 所以刚刚所看到那个表 根本的部分 应该就是这一段 好 那根本的法 就是 佛的法 就是 释迦牟尼佛所创建的法 这是根本 那 竖冠的呢 竖冠的是哪里 竖冠的应该是 这一段 诸佛藏法 好 所以 谈诸佛藏法 刚刚在第六页的表格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再看一下 第六页的表格 根本的 根本的 根本就是释迦佛事 空间 竖冠的 竖冠的 诸佛公正平等之法 就是 就是 刚刚看到的内容 那深入的是佛地址 第一点 其实就是我们这一段的 内容 这段的内容 好 诸佛藏法 诸佛藏法 就是 刚刚提到的 竖冠的 竖冠 那如佛像 它是佛地址 是 这个深入的 佛地址 深入佛的法 那在第五页 第五页就是 就是 说到 这个 容色善法 来适应 不同的时空 这是 容冠的 容冠 那这些都是佛法 所以佛法 从这一段来看 佛法 它有 根本的 那也有 佛佛道同的 那这其实也是根本的 那也有佛地址 深入 然后 而且 深入政务之后 从政出教的法 这个也是佛法 那这些应该是根本 那另外第三项 容冠的部分 容冠的部分 应该就是 比较 比较 这个 宽广的 就是 实践一切无妙善法 这是佛法 好 这个是这一段 那从这一段 其实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段的重心 这一段的重心 这个序言的重心 其实也没有离开三宝 你看他谈佛法 谈佛法 有释迦佛 释迦佛 創建的法 还有佛佛道同的法 所以有法 那也有佛 对不对 那佛地址深入 这个是 这个僧 僧 法跟僧的部分 多出来的部分 就是容冠的部分 那这个容冠的部分 当然就是为了什么 为了佛法 能够在世间流行 所以必须有这些 世间善法来补充 来丰富佛法 所以有根本的 那也有这个容冠的 好 这是这一段的 内容 所以会觉得这段内容 也没有离开三宝的说明 所以导师 刚刚在一开始说到 他多了 他从阿翰奖耀 拿掉第一张 他多了序言 跟前面两张 他在略论佛法的根本 三宝 那接着我们来看 第一章的部分 第一章的部分 在第七页 第七页 法跟法的创决者 与奉行者 法 那法的创决者 是佛 法的奉行者 是生 所以第一章在谈三宝 那三宝的赤地上 我们一般说佛法身 那老师他从法佛身的赤地来谈 那当然法是最根本最重要的嘛 所以老师先用法来作为第一节的赤地 那其实第一个标课已经说到为什么要这样了 因为法是三宝的核心 所以三宝的核心是法 所以从标题也可以看法 还有法的奉行创决者 还有法的奉行者 所以都跟法有关系 那我们看下面的说明 那我觉得通常我们会说 我皈依三宝 我是三宝地址 或者我入佛门 那可是恐怕对三宝佛法身 他的比较深刻或者比较根本的内容 恐怕缺乏整体的理解 就是我们知道佛法身 但是我们对佛法身 他的比较根本重要的内容 以前可能没有很深刻 那我觉得这一章 这一章是让我们理解三宝 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那当然老师在这个 从口之道那边也是 那这边我觉得它就段落比较小 而且比较有实地性 透过这样去理解 去知道三宝的含义 我觉得第一章很有这个好处 那一开始说对于法 第一节是法 佛法流行人间三宝里面 佛跟生是比较具体的 比较切实的 比较容易接触到的 那佛是法的创决者 生且是奉行佛法的大众 那真实生 生的话如果真实生 也是法的实证者 那不管佛不管法 不管生都不能离开法而存在 所以法是核心 那对于法这个内容 圣典里面法的用字 这个达玛它的范围很广 所以导师这边从圣典里面 从圣典里面去找出 归纳法有三类 那这三类 这三类一样我特别要强调就是说 其实导师会分成这三类一定有它的根据 它根据都从圣典里面而来的 好那这三类第一类是文艺法 第二个是意境法 第三个是皈依法 那文跟意 语言文字跟主要表达的内容 好的一个比较好理解 那第二个意境法 这个意境法 你不要用我们现在词的意境去理解 比如说看到一幅图 这个意境很美 它不是在 当然有一点相关 那这个意境 其实是意识的对境 心识的对境 那这个也是法 那第三类是皈依法 那导师特别是学佛者所皈依的法 好这是第一类 第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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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对法要深入 应该是皈依法 那这三类第一类 文艺法 好那佛陀说法 重在 哦 身 还有明具文的语言 还有书学的文字 简单 就是 语言 跟文文 语言 语言的话就是句子 那譬如 不打不打不 或者打 不打 单一的 音 单一的字母 这个叫文 那不打 两个字 两个文 连起来就叫名 名词 名相 那句的话就是 一整句 譬如 皈依佛 这个 这个也可以是句子 皈依佛陀 这是句 所以它其实只是从 字母 还有名词 还有句子的意思 而已 那接着说 语言跟文字 可以合为一类 只差别说 一个是用声音表现出来的 一个是用这个 书写表现出来的 所以有声音跟形色的差别 其实他们是一类的 那他们是符号 那这种符号是为了要表达法义 所以这边说表全法义 那表全什么呢 表全思想跟情感 所以 这边用批语 我们常看到批语 手 指 月 这个手 这手就像声音跟 就语言文字 就像手 那透过手 我们可以知道 月亮在哪里 所以透过声音文字 我们可以知道 意义 法意 好 那 那 语言文字 能够被称为法 语跟语言文字被称为法 因为它能够表达佛法 好 所以这是表全 能够表全佛法 那最明显的 最明显的一个 例子就是结极 五百结极 它是极法杖 那所积的法杖 就是语言跟文字 尤其透过语言 背诵 有专人 背诵金的 背诵律的 背起来 这是极法杖 好 那 那 现在是 30分钟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先到这边 一会 对 对 对 看 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